《增光》在1872年就创立了 主要是希望可以透过办学 一来是传福音 二来也可以帮助学生 他们可以建立一个好的人生 一个价值观 让他们都可以发挥到自己的潜能 现在去了这么多年之后 这几个宗旨都没有变化 我们很重视学生两个语文的发展 最重要的课程特色 就是我们会先以阅读 做一个很重要的切割点 中文和英文都是 而且我们阅读的内容都是很广泛的 中文当然有现代的文学等等 亦都有古诗文 甚至一些言语等等 我们在小学会有系统地帮学生去学习 而在英文方面亦都是 一些短故事 或者一些文章 评论 我们都很希望透过不同的材料 去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好的阅读的习惯 和阅读的兴趣以及能力 例如我们其中有一个大型的 就是我们每年的小三小四 都有一个音乐的 会做一些经典的故事 是一个英文的音乐 很多同学都只是参与 我们发觉这些活动 可以帮助他们建立对英文的信心 和透过表演艺术可以更加活化和应用 还有其他活动 例如我们中文和英文 都有很多辩论和写作的比赛 因为这些都是有不同的方式 让他们建立到他们的能力和自信 除了我们的12个班房之外 我们有我们的中央图书馆 我们有我们的众迷厅 众迷厅里面 可以让小朋友发挥他们不同的表演艺术 例如唱歌、乐团、英语音乐剧 他们都可以利用空间去做一些练习彩牌 除了一些正规课程之外 我们都会在不同的层面 根据Howard Gardner所说的 Multiple Intelligence 就有不同的一些铺牌给他们 例如他们做Gardening 做园丁 其实是跟The Natural Science有关 例如你看到一些小小的歌泳团 其实是跟他们的艺术方面有关 希望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涉猎 找到自己的兴趣 老师就从而发展他们的潜能 我们分两轮 第一轮就是主要见小朋友 我们会在各个层面 例如我们会看书民发展 数理发展 又或者是乐缩思维 又或者我们很体重的就是操恨 有没有礼貌 我们做相当的评估 我们未必是会选择全部最高分的 反而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平均的小朋友 进入第二轮的面试 到第二轮面试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的父母亲 来跟我们一起面见 因为始终久珍是一个六年 甚至乎如果认为中学部 是十二年的教育 我们都很希望找到一些比较合格的拍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